5月12号 西安一三岁男孩掉落下水道后失踪 此事一出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截止到目前 离孩子失踪已经过去80多个小时了 目前搜救已经排查到了西安第四污水处理厂附近 5月15号上午 记者在搜救现场看到 工作人员顺着三岁男童事发位置的下水警道 已经搜查到四公里外的地方 在沿线的下水道排水管网 搜救人员身穿防水服 手持探测摄像仪器 从下水道井口下入10米深的管道内 进行逐一排查搜寻 记者了解到 从5月12号晚上 西安水务集团 城建 城管等多部门 组成救援砖组 展开全面营救 同时 有320多名搜救人员兵分多路 从多个点位展开搜寻 连夜组织人员对这个排水管网进行排查 在这个期间我们对这个排水管网 采用了这个潜望镜排查 这个合计排查了5.3公里 用这个机器人排查排查了4.7公里 目前我们现在是采取潜水摸排的这种方式 对整个这个管网系统进行摸排 经过昼夜不停的搜寻 目前现场救援人员顺着下水道管网 已排查至西安第四污水处理厂附近 由于排污管道 内管境小 管内气体成分复杂等因素 给搜寻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一个是下游管道 离污水厂比较近 管道的这个埋身比较深 另一个就是因为是污水管道里头的这个作业环境 相对比较复杂 而且有长流水 据了解 事情发生在5月12号晚上8点半左右 杨某和家人到西安市惠西村访亲访回时 三岁儿子不慎落入地下排污管道 接到现场群众救援电话后 西安卫央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 城管 消防等多部门 对事发地上下游地下排污管道 及落水儿童可能存在的区域 进行了拉网式反复搜寻 雨下的比较大 然后牵着娃 走着走着 娃就溜下去了 洞口它比较小 然后那个我想跳下去 然后人半个身子就卡在里面 进不去 然后就让媳妇就是拽着我的腿 我想人头下去 手下去 然后那个把娃给拽上来 还有点顾不到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